现在是早上三点多,我叔打电话,完了一想这时候打电话肯定就有事儿,结果呢,昨天晚上我们家鹅被东西给咬死了,现在也没法睡了,得赶紧过去鹅厂那边,看一下啥情况。 早上的时候山里屋还是很大的,而且也比较冷,你看全咬死了,这是啥咬的呢? 吃了,那个吃一个了,吃一个了,吃一个得吃两,最少得吃两,你看这个就它剩下了,它咬了它家都咬出血了,知道吗咬这儿,这牙印的吗,这掐这块,这啥牙印的,看不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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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看。 牙印,这边有牙印,这这么咬的,可能这都是黄鼠狼啊,你看看这个,全掏这个,吃一个,在那吃一个,全掏那啥的,牙头在这扒的,真是黄,在这钻进来的,它你知道,它肯定在前面了,也上前面了,那来福给撵了,这边没灯,完了来福也没过来,看不出来是,来福今早上撵了, 到大里边,我早上半天,它才回来,捐不好了,给它摄摄摄摄摄摄摄的,还要坏的,这是黄鼠狼啊,可能是,这网,全是不当,反正肯定得捐了,捐不行了,整点那个,铁网,铁网,把那个边儿拦一下,前面有来福了,它没干那行,前面, 这啥秋黑来福过不来,那啥等的那啥,来福看不着,也过不来,十五个一空吧,十两,这后边原先是捐了有,大概十五只鹅,它们有点这个不带劲,捐到这儿的,这两天呢,因为,天气看暖和,就没有往屋里边给它捐, 结果,你看,昨天晚上就被,吃了,现在预测是黄鼠狼吃的,具体是啥吃的,我们也不太知道,今天晚上,它肯定还得来,做一下防范措施吧,怪这白天咋整啊,白天也不敢往山上放了,白天那好点,白天有鱼那好点,昨天就是那样的事情,今天放大鹅的时候,就行看着了,不能理人了,我们这些网啊,太,那个 孔太大了,它就,钻进来了,天网还不知道咋整呢,今天主要把大鹅,对了大棚周围都给,扎一下,又铁丝,给它固定一下,让它进不来,不进大棚,晚上,晚了晚上,给它赶到,赶到这个棚里边,不让,不在院里边撒了,就目前就只能是这样了,昨天被咬死了,十五个,现在那里边是有,有十三个,剩下两个,被它, 它整走了,都已经吃了,预计啊,现在就是推测,是黄鼠狼干的,因为别的东西钻不进来,完了,这个别的东西钻进来,咬着鹅直接就叼走了,它没有叼走,现在大鹅叼不走,完了就把鞋给放了,